潘总 我想给你解释一下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虚报过公关费 这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就算翻篇了 我也要解释 我不想去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你 你绝不会为了五百块钱 做出这样的事 你是被冤枉的 潘总 李思雨 这盆污水这次我替你挡了 但是 我不能保证下次 我还替你挡得住 你知道怎么样做 才让污水泼不到你吗 就是你要占得足够高 他们想泼都够不着 潘总 我懂了 您放心 这个组长我一定好好当 三个月之后 我一定是销售总监 很好 好 好 好